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2022年德塔文最值得期待新剧出炉、杨子、肖战和于书欣作品上榜 日前德塔文带播剧景气指数出炉 其中杨子沉香如蟹、于书欣苍蓝爵、肖战玉古瑶、秦俊杰飞狐外传、古力纳扎雪英领主和居静一仙剑奇侠传四等上榜 TALK 20 月歌行 月歌行是由林建龙指导、张彬彬、徐璐领衔主演、王右朔、郑和惠子、王以伦、马月等主演的古装仙侠爱情剧 根据蜀克的小说登月改编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278、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20名 TALK 19 飞狐外传 飞狐外传是由林一鸣指导、秦俊杰、梁杰、行妃领衔主演、林宇申特邀领衔主演、特别出影和润东 叶向明、黄梦莹、刘渝峰、海灵特别主演的古装武侠剧 该剧主要讲述了主人公胡斐未复报仇而踏入江湖 从有勇无谋的莽撞少年、成长为新戏苍生、为国为民的一代大侠的故事 该剧在腾讯视频播出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283、位列最值得期待待代播剧榜19名 TALK 18 雪英领主 雪英领主是由李达超人总导演、李文龙、林祥坚联合指导、徐凯、古丽娜扎、白树、陆婷玉、刘子瑞、宋欣然领衔主演、郑凯特别出演的热血成长励志剧 改编自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起点白金作者我吃西红柿的第八本玄幻作品 讲述了《异界大陆》里的主角东伯雪英未救出因为被家族规矩而被母族穆扬家族关禁闭的父母 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历练成一代强者的故事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288、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18名 TALK 17 如月 如月是由李牧哥指导、高伟光、欧阳娜娜领衔主演、董思成、黄梦盈、任世豪主演、汤精妹特别出演的民国奇幻剧 该剧根据尼罗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患有血液病的《暴夜大亨审》之恒和《盲女米兰曲折跌宕》的故事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294、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17名 TALK 16 仲子 仲子是由巨浪影视出品、刘国辉指导、杨超越、徐正希领衔主演的古装仙侠剧 改编自《暑客同名小说》讲述了天生煞气、注定入魔的少女仲子与碧逆六界 《爵士风华的尊者》洛音反辗转三是师徒相恋的故事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306、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16名 TALK 15 南风之我意 南风之我意是由欢瑞世纪东洋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李昂指导、七威、韶子、周萌、王盈飞编剧、成毅、张雨希、傅新博、李新泽、颜孝等主演的都市治愈爱情电视剧 该剧改编自《七威》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为了寻找天然药物的药物研发员傅云申与前往欠发达地区进行医学调研的外科医生朱旧相遇后 开启的一段相爱相杀、相互治愈的恋爱故事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307、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15名 TALK 14 星汉灿烂 星汉灿烂是由吴磊、赵露丝领衔主演的古装传奇剧 该剧改编自观心择乱的小说《星汉灿烂》、性甚至灾、讲述成家女名少伤、因战乱自幼被父母留在祖母身边成为留守儿童 沈娘郎心纵容,意图将其养成废人的故事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309、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14名 TALK 13 安乐传 安乐传是由上海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程紫瑜、马华干、苏菲指导、迪丽热巴、龚俊、刘雨宁领衔主演、夏南、裴子天、龙水亭、尚新月、秦小轩、白冰可、张仪凯等主演的古装虐恋电视剧 改编自《星灵》的小说《帝皇书》 主要讲述了近南安乐寨大当家任安乐与太子涵夜之间虐心又感人的爱情故事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317、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13名 TALK 12 长月晋名 长月晋名是由塔塔文化出品、拒绝量指导、罗云熙、白鹿领衔主演、陈都灵、邓卫、SNH48孙珍妮、耿叶婷、李佩安、余波、黄海斌、郑国林、张芷熙、萧顺瑶、汪西潮主演、王一飞特别出演、陈博豪有情出演的仙侠剧、改编自《腾罗未知》的小说《黑月光拿稳B》 最后的剧本,讲述了恒阳宗掌门之女离苏苏苏与一代魔神弹台近相爱相杀的故事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319、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12名 TALK11 玉古瑶 玉古瑶是由李尔云任制片人、蒋家俊指导、肖战、任敏领衔主演、方亦伦、王楚然、王子齐等主演的古装剧 该剧根据《苍月小说》改编,讲述了孤高清冷的《空三皇太子》时影集热情仗义的赤族郡主朱颜因一花之恩结下命结溯源 使影陪伴朱颜成长,两人共同守护空三王朝的故事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348、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11名 TALK11 余生,请多指教 余生,请多指教是由吕莹指导、由杨子、肖战领衔主演、翟子璐、马于杰、李牧尘、李云瑞、张玉琪、赵诗意、夏至清、郝文婷等联合主演的现代都市情感剧 该剧根据柏林石匠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音乐系大三学圣林之校因父亲生病住院,与父亲的主刀医生故未邂适后并相爱的故事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371,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10名 TALK9 且是天下 且是天下是由杨小培、芳芳出任总制片人、尹涛指导、杨阳、赵露丝领衔主演、张峰义、李若同、赖义、宣露、刘瑞林、张天阳等联合主演的古装武侠言情剧 该剧根据《清灵月同名小说》改编,讲述风兰西和白风兮携手闯荡天涯的故事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417,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9名 TALK8 婚姻的两种猜想 婚姻的两种猜想是由刘雪松指导、杨紫山、彭观英领衔主演、林鹏、赵志伟主演、黄灿灿、马苏、张鹤、月红、梁天、张希林特别出演的都市女性励志清喜剧 讲述了儿历之年的职业女性沈明宝和闺蜜薛可欣各自闪婚 经历一系列婚姻生活摩擦后,各自走上截然不同的情感之路,重新找回幸福的故事 该剧于2022年2月21日在湖南卫视播出,并在优酷视频同步播出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459,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8名 TALK7 相逢时节 相逢时节是由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出品、侯洪亮制片、简川和指导、阿奈编剧、雷佳音、源泉领衔主演、张一星、贾乃亮、罗海琼、梁冠华、颜小平、孙宁、朱子墨主演、李乃文、王楚然、张力友情出演的都市情感剧 根据阿奈所著小说《落花时节》改编,围绕着两个家庭两代人数十年的恩怨纠葛 讲述了简红成与宁幼中年重逢后,共面中年危机,共化世仇矛盾的故事 该剧于2022年2月23日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首播,并在优酷视频同步播出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468,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7名 TALK6 孟华路 孟华路是由杨阳指导、刘亦菲、陈晓领贤主演、柳妍、林允、徐海乔、戴旭联合主演的女性古装励志剧 该剧根据观看清源曲话《赵盼儿风月就风尘改编》 讲述了赵盼儿、宋尹章与孙三娘三人在经历了举步维艰 种种磨难后,姐妹三人终于将小茶房经营成了汴京最大的酒楼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502,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6名 TALK5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婚姻是由沈妍、刘海波指导、白百合、佟大为、蒋新领贤主演、高叶、王霄、世安主演、曹西文、张晨光、郑和惠子等特别出演的都市情感剧 该剧于2022年2月23日在北京卫视播出,并在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516,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5名 TALK4 苍蓝爵 苍蓝爵是由爱奇艺、恒星引力传媒出品、伊征指导、于书欣、王鹤帝领衔主演、徐海乔、郭小婷特别出演、张灵鹤、林百瑞特邀主演、王月一、红霄、张晨霄、成子主演的古装仙侠剧 该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了傲娇大魔头东方青苍和软萌小仙女小兰花之间的虐恋故事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614,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四名 TALK3 上时 上时是由王威、白云墨指导、徐凯、吴景岩、王楚然、王一哲、张南、何凤天、刘敏领衔主演、何瑞贤、王燕、恋恋特别主演、于荣光、洪剑涛、张芷熙、王宇、邓沙、成丽莎有情主演的古装励志美食大剧,讲述了大明永乐年间、少女姚子金、吴景岩是入选位上时局宫女、一路坚持对中华美食记忆的追求、 结识友情并谢后爱情、最终与英明神武的皇太孙朱瞻基、徐凯氏相知相伴的励志情感故事 该剧于2022年2月22日在芒果TV读播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763,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三名 TALK2 仙剑奇侠传4 仙剑奇侠传4根据同名游戏改编的古装仙侠剧,由爱奇艺、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新媒成品出品 朱瑞斌指导、陈哲远、居靖一等主演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838,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二名 TALK1 陈香如谢 陈香如谢是由欢瑞世纪出品 郭虎、任海涛指导、杨子、陈毅领衔主演的仙侠剧 该剧改编自苏默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女主严旦与应渊君之间的爱情纠葛故事 德塔文景气指数位0.849 位列最值得期待新剧榜第一名 02谈松韵和肖战的关系 本该同台合作 经济人迷之操作引发粉丝不满 作为国内目前的顶流小鲜肉 肖战的名气跟热度自然无需多说 只要是他参与拍摄的电视剧 每次都能引发不少的热议 喜欢肖战的人很多 不喜欢他的人也很多 正因如此 许多制片方就看上他的流量 肖战自然也就阶细不断 近期就有知情人士爆料 新作朱颜的男主将会由肖战来担当 在选择女主时却发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谭松韵和肖战的关系 两人究竟为何合作不成呢 朱颜想必大家已经略有耳闻 作为一部股风玄幻的小说 已经有了一定的粉丝基础 试镜系列的前传 广受大家的好评 被改编成电视剧 搬上一幕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一开始选角时 就有消息爆料肖战将会担任男主一角 毕竟他在陈情令跟斗魄苍穹的表现 大家都看在眼里 热度也是一直居高不下 拍什么火什么 这次担任男主角 加上此前拍戏的经验 想必演技有更上一层楼 但反观女主角这边 却一直没有消息 后来有知情人士爆料 有很大几率将会由谭松韵来担任女主 谭松韵可能部分网友比较不熟悉 他主要的电视剧作品 有旋风少女烂花一朵朵 但在其中都是配角 并非女主 他也先少拍摄古装剧 名气相较于没那么大 按理说 跟顶刘小生孝战一起 合作拍摄电视剧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剧本身就自带流量 说不定自己的精彩演技 也会被观众所认可 真正开始走红起来 可这个消息一出来没多久 却发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导致谭松韵与朱颜 与肖战的合作失之交臂 有知情人士爆料朱颜 剧组找到了谭松韵的经纪人 可谭松韵却推掉了这次的合作 谭松韵本人对此并不知情 这个迷之操作也是惊呆了一些粉丝 于是粉丝就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开思谭松韵经纪人 作为经纪人是否有这个权利帮艺人推掉工作 难道不应该让艺人自己先考虑一下吗 而且机会是不会等人的 万一通过这次与肖战的合作 让谭松韵走红了呢 粉丝们开始纷纷表示自己的不满与不理解 经纪人为何这样做 我们不得而知 但考虑到当时的娱乐圈环境 肖战虽然热度极高 自带流量 但这次合作万一出现些许差错 谭松韵说不定还会遭到一些不理智的粉丝攻击 而且当时肖战也在经历一些事件 被许多网友口诛笔伐 经纪人大概也是经过思考觉得必大过于力 才选择了放弃这次合作机会 虽然这次合作没达成 但谭松韵的事业也在稳步上升 在今年担任主演与林更新拍摄了 请叫我总监 也跟王凯合作拍摄了向风而行 在此只能祝福两人 虽然没有了合作机会 但事业依旧可以稳定发展 毕竟以后的事情谁都说不定 万一缘分到了 也还能一起合作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